等一下他會聽不懂 沒關係我這邊會用比較簡單的環保去跟各位講 等一下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那我們等一下就到這個任務大綱總部來說明 那首先就是我們在前沿的部分之中 剛剛氣象鼠也講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去面臨的就是球球的氣候變遷 那球氣候變遷呢就是 我們這邊有東西是單一一個事件 它的一個獎量越來越大 那獎量越來越大會發生什麼樣子 只是它的警察差太發生的頻率 可能也會開始增加 那像颱風的話 其實NCPR就是 其實國家的NCPR這邊是有模擬 只是說未來的情境下面就是 那種強項雨的 就是颱風的事件可能會慢慢增加 反正是小的颱風事件會出現的減少 那颱風事件增加 那雨量增加 它就會造成怎樣 就是造成一個 就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天然的一個災害的一個發生 那就是各個國家 就是這近年近幾年 不只台灣 就是在全世界各地 其實都有一個相當的一個 這種 滋養災的一個情形 沒有那麼像像 我們像台灣的挑釁之法很嚴重 那像2010年混穿炸地震之後 這個 不算不會也都是 在降雨過後 其實都有非常大的一個 石流 或是洪水 或是其他相關的一個災害 那 台灣呢 台灣其實這幾年的 其實陸陸續續 其實各位應該有感受到 就是說 這幾年的一個情風之下 很可能 一馬就是下雨 一馬就是海災 一馬一下就下很大 那像107年 0823號 大家應該聽到 整個 就是 嘉義 海南這邊 淹水淹得 大概一兩個月 退不了 再用作者繼續抽 還慢慢退掉 那像108年呢 在4月的時候 其實4月來說 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 漢季 但是他在4月的時候 居然在伊蘭這邊 蘇澳 非常降下的一個 1982年這段以來 最大的一個 你不要記錄 可是一天就下很快 30號 這過去 也是沒有一個情形 那像同年度 在5月18號的一個 就是也像美女後面 有一個情形 他也是 就是 當一天喔 就下到剛剛那個 就像你剛剛有講的 就是 以前就下到超大 好一個標準 就是五百號名 那 去年度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有印象 在 卡魯海光 他就現在蠻多忍耐的 他也是一天之內 他在12個小時的時間 就下了 500多毫米 就達到了兩百 兩百的一個同線群 的一個毫力量 這樣在等 那就可以因為 全球氣候變遷 到了 那 國家 根據國家在運動性的分析 結果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氣候在變遷 那他去模擬 就是說 他去模擬就是 我們會運動到什麼風險 這三到五就是這樣 如果算是15度 16度C 就是說 如果路上在16度C 那 那些鄉鎮區 它面臨是什麼 顏色越深 就是光景越高的一個情況 那 兩度C 四度C 也就是 一度平衡增加的時候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紅色的一個區塊 越來越走 那 其實我們 如果以我們來說 大部分都是 遇附在 西部的一個 秋林的地區 其實呢 它面臨的一個 它災害的一個風險 其實是相對高的 那 我們面臨什麼風險 第一 統計就是從 1958年 到2002年 離去 我們要猜到 這邊的一個統計 我們其實最主要的 一些災害風險是什麼 就是水災 那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地震 地震 所以 0403地震 也是一個地震 那 其實最多最多的 就是一個颱風 引起的一個土石流啊 以及崩塌 甚至淹水 跟災害 那 這是我們目前最常 遇到的一個災害 的一個情形 那 為什麼我們 就這一面的部分 為什麼我們針對 目前呢 就是針對 災害灰災害 我們不知道是針對 土石流 跟大部分崩塌 那大部分崩塌 下完 因為兩位說 我大部分崩塌 那我們就針對土石流 那水災的部分呢 其實目前水利署 也有做相關的一個應變 但是水災 相對於為什麼 相對於疫症 相對於土石流 它一個比較沒有一個疾破性 就是說 像比方說它水災 在我們它的情況之下 水災量大概 大部分是 淹汁淹水的一個情形 它會在短時間內造成 人民的財產損失 但是在生命的損失上面呢 就是沒有這麼大一個疾破性 另外地震災害呢 確實是地震災害 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 但是地震災害的 那個預測的一個時間 剛剛西雄鼠原本有說 就是說 那地震的預測的一個時間 新增時間 只有幾秒鐘 你可能只能在 地震期的幾秒鐘 釋放那個 國家的黑暗訊號 但是你要做什麼 應變的 那土石流就不一樣 土石流它可以說 一個提早的預期 如果在它發生前 就離開了這個地區 那它有時候對你的衝擊 可能就不會傷害到 它可能會造成 你的家 房子破爐的災害產生 但是你只要離開了這個地方 它對你的生命 就不會有危險 那其實過去在做一些講座的時候 講起來的時候 也是會講到一句話 就是像 有些居民 它就不願意走 就說我家側人 不願意側人 他說我的財產都沒講 你要叫我變成 但是呢 就是他們都會跟他講的句話 財產就是你要人活著 才是財產 如果你人不在 這個東西就剩下遺產 這就是財產 好 那這邊就是 我們土石流發展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歷程 我們這邊就是把它 簡約大概說明一下 那土石流呢 這個名詞呢 大概是1990年 歐菲利颱風 在同文就造成一個土石流 災害之後 這個名詞才可以出現 譬如說 你現在只有他在這個時候 才開始定出這個 這個叫土石流 以前呢 不知道在這什麼印象 以前呢 這土石流呢 他們都曾經說 是山洪爆發 過去是這樣子 那什麼時候開始投入 比較開始投入積極的 在防災的部分 是在1996年 就是賀菲颱風之後 賀菲颱風呢 在南投山區 造成一個很大的災害 可以清醒 那在1996年 也是明過85年之後 就是中央這邊 開始投入 相關之外的一個研究 那在2003年開始 就是在九月疫症 以及陶磁浪力颱風過後 這個部分就開始投入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土石流浴景 可以開始研究 那什麼時候 研究完 大概研究了些 大概兩年的期間 在2005年 大概正式上線 就是正式上線去做浴景 那中間也經過了 2008年、2009年 的廠雷劑跟莫拉根排行 那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上線之後 第五次就是一人一變 那這個中間 其實我們會針對 像 比如說像巨列降雨的一個發生 我們這邊會提出 相關的營運的一個機制 那針對像影線雨量的部分 像預測雨量 以及像雷達降雨的部分 我們後續 也慢慢的把它納入在景域當中 那從2016年到現在 我們其實 我們都一直在針對這個 旅艦其實都一直在檢討 那修正跟調整 那 再了解什麼是 要了解什麼 再了解 要怎麼去做什麼 就一定有事情 我們一件事 要先了解什麼 是什麼 就是說 我相信這個各個 你們的職責所在 我們也是 就是說 一場颱風過後 那 如果有地方發生災害 可能 掌握一下我們去看 回報說 這是什麼樣的災害 那 是不是土石油災害 就是 大概會有簡單的一個說明 告訴大家說 如果去正確的去煉 是土石油災害 那土石油其實 它就是 如果從那個 影像上面來看 它大概都分成三個節短 就是說 發生部 就是說 它在上游會崩塌 會有一個崩塌地 崩塌就是土石 才會有土石 那它從中間 會有一個流動段 就是崩了之後 它會順著河道 留了一段距離 那最後在聚落的部分 可能在下雨下停的地方 就是我們聚落地 住的地方 就是到那個堆積上 那我們在新聞當中 其實都會看到很多新聞 通常就是一旦由下雨 土石流出來了 它都跟你講 這個是土石流 你看 你看這個路 這個土石沖出來 這個是土石流 你覺得 那你看這個 它一百零用力的海溝災風 在這個社區裡面 有很多的水泥水 在社區裡面 那你說這個是土石流 那這個在房子 裡面的一個山坡 掉下來 它也都這個是土石流 那這個真的是土石流 這個都不是土石流 那什麼是土石流 其實土石流 是一個比較寒沙量很飄的 一個淋流的一個流動狀態 什麼叫寒沙量 你看 你看我們昨天這個 這個影像 它其實叫做 夾沙水流 就是水裡面 有沙子 但是它整個的流動狀態 這是沙子 那如果沙子再多一點 就會變成高寒沙水流 像這個 你看 你看水裡面其實 它開始慢慢的沙的越來越多 它的流動狀態 就跟我們一般的這種 加沙水流 就不太一樣 那什麼是土石流 就像這邊 像這是日本 在109年還是110年 那些靜康發生的一個土石流 塞海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它這個是第一波 土石流已經衝下來 你看 有沒有看到 看到幾乎是土 看不到水 然後它在第一波 就出現了 就是第一波 它上游散速 然後第二波就衝下來 有沒有發現 我看到這個 油動的一個狀態 基本上就類似 很多土 基本上看不到水 這就是土石流的一個特徵 土石流怎麼有很多塊 土石流 尤其是台灣來說的話 如果它發生的 它的油動歷程 大概就是 時速可以到大概30 30 每小時36公里左右 那土石流 多數個的 它有兩個大的特徵 第一個是 它的大石頭 會被吹得好 你看土石流發生 它的大石頭 基本上都在前端 那第二個特徵是什麼 因為我們想說 一般就是大石頭比較重 從光源層裡面 石頭酥跟塞頭酥裡面去 但是土石又相反 因為它的濃度很高 它石頭可能是浮在上面 它之後會浮起來 它退起來 它退起來 在前端的話 它有一個隆起 前端會有一個隆起 大石頭會退得好 它後面的一個情況就是 它後面會凹下去 但是它大石頭 會浮在這個上面 就是 如果你看到土石流 在下游前前退績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全部都是大石頭 那大石頭 都會在上面 反正是 比較你一個小 你一個 比較細的 所以如果下次 待見在那邊看到 就要去分辨說 那這個是不是 這個石頭 大概就可以 比較重要 那台灣現在有多少 土石流前身西流 依據農村水包署 今年入光高的一個 西流條數 目前我們全台灣是 1732條 今年多一條 多一條 多一條在哪裡 在南投縣的那一條 其實是去年 航母颱風 有一條衝出土石流 今年多了一條 那這就是 每個縣市 的一個土石流 這一個 檢視器有一個數量分布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目前 數量最多就是南投縣 那第二名就是新北石流 那其他就是再去 各位參考一下 那個潛力部分 那如果我們覺得 我們轄區內 有一條西流通 可能會發生土石流 那可能下雨 如果去年居住 如果衝下來 我們會對他有影響 那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把新北石流 那可以 但是呢 你們要通報給 你們要 這邊有一個流程 就是 你們可以去稱造 這個 這個流程方法 就是水堡區 水堡保護署 現在定義的一個 這個流程方法 也在每年的12月 前呢 提報到署內 進行一個相關的審查 那如果審查 他們認為有不一樣 就是你們這個區域 小區內的潛力溜溝 就會給一個列為潛力溜溜 那 以後就會 這對潛力溜溜 就會發揮土石流警戒 那 土石流潛力溜溜 要被納入呢 它有三大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說 它要有西谷的一個地形 什麼是西谷的地形 就是說它需要有一個明確的一個積水範圍 有一個河道 就像一條河一樣 它不是說一個坡面 如果這是一個增察的一個 像路邊的一個坡面 它不會沒話說 流行之氣 你需要一個管子 但是它是需要一個積水範圍 它有一個明確的一個河道的一個情形 這個第一個條件 那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就是說 它下游 需要一條範圍內 可能會有保全 一定要保全住 它會被納入 譬如說 它可能沖下來會影響到幾戶幾戶 以門牌為則 的一個 的一個 那個 法全對象 那第三個就是說 它過去 有沒有發生什麼的災害 或者是 它在這個情緒區之內 有沒有堆積水 未來趕快沖下來 這個是他們考量的要件 那如果這個考量要件都存在的話 就會被納入 有限制洩油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我們有 既然知道 有預警的最強就是 補救電視機油 那接下來就要思考說 我們要怎麼去做主石流預警 那主石流預警是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 就是用監測 就是說 在那個 每一條溝的上游 擺個儀器 或擺個防鎖 或是說 我擺個攝影機 我去照它 那主石流發生了 衝下來 我真的知道 這個地方發生了 五十六 我就要告訴你 下游地區的群眾 趕快跑 但是這個有一個缺點 怎麼缺點 就是說 我們台灣你知道嗎 台灣的 散貨地都很陡 那 所以講 主石流流速很快 就是十一到四十六公里 而且我們都是 晚又急嘛 通常呢 它發生了 你知道 上游發生了 五十六 你叫下游的人要走 通常大概就是 一分鐘的時間 甚至更多 所以你們來不及走 所以說怎樣 所以大概 大部分的時候講 如果當五十六 發生了 還告訴你 你要走 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衝浪 當然不行 你可以跑給他追 可能你有跑過 他大部分的人會怎樣 大部分的人會這樣 就是又來了 來不及走 所以我們要 我們要去做一個預計 就是要提前告知 有沒有可能走 但是這個 這個樣子就做了一個 很好的一個 條件就是說 他很準 就是說他告訴你 我時候發生了 他確實就會發生 他比較不會放養 或是不會說 狼來了 狼來了 但是他的 這個 可以點就是 我要不及應變 再一個是說 我如果 沒有要行 我都要建設這個 環車站 我成本是非常高 而且這個設備 維護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呢 就這樣 就是要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 飛機出責的方式 就是 在他還沒有發生之前 我就告訴你 這個地方 下這個零 怎麼會發生 出責流 你趕快先走 那 他的優點就是說 我可以提早告訴我 我可能可以提早 12個小時 甚至我們可以提早 幾天 告訴你 像氣象鼠如果發布了 颱風警報 那他發布了 耗雨克報 我就可能告訴我說 這個地區 可能接下來 等風頭之內 總會拿到幾屆 你就可以先走 但是他缺點就是說 他發布之後呢 他不一定會發生 他的準確度 是會比較低 就是他的缺點之力 但是他可以比較早 告訴你 那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做 主持有預警 那主持有發生 其實有三個條件 這三個條件 一定都要有 沒有人他不會發生 第一個是說 他需要有下雨 要有豐沛的水量 你今天不下雨 就是天氣很好 不會發生土石流 再一個是坡度 坡度要雨 他都會衝下雨 反正就是停在那裡 因為就是土而已 還不會有下雨 會有土石流 再第三個是 他需要有很多的材料 比如說他需要有土嗎 不然就是衝起來 就是水會癢 就不會是土石流 那所以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思考說 我們要怎麼去做土石流預警 那土石流預警 就是第一個 我們去看土石流 土石流 土石流來的是噴塌 那急水區很多噴塌 那現在也有 技術人 先進很多無聞機 衛星 空拍照 都可能知道說 上流急水區有多少噴塌 有沒有土石流 可是這個 這個優點呢 你又在什麼 又在跑天氣的時候 你在颱風天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被飛機上去 而且你以衛星來看 你看 你像颱風天都很多雲 那其實衛星根本看不到 汽水區上面有沒有問題 那再一個是坡度 坡度的變化 就是說 其實如果以天然坡度來說 它只會發生像 九合一大地震 這種情況 就是整個 或是像小林村 整個東山 整個地形改變 不然其實它的坡度 是不太要變化的 所以要做土石流預警 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去 宇浪的一個完測 去做預警 那 我剛剛說 宇浪完測 去做預警 那 是不是真的 大教授這樣用 我們在 所以我們在 做土石流預警之前 當然要去接近 別人的 預警方式 其實我們去看看國外 看看別人怎麼做 這個什麼預警 就講文學一點 譬如說 我們要站在巨人的肩膀 不肥子 今天這樣 那講一個 就是 充足一點的說法 就是說 別人家的口頭比較像 你看看 別人家口頭比較像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 去收集了很多的一個 國家的一個意識系統 那這邊有列出幾個 那像香港的話 其實香港的話比較特殊 它所有的邊坡 幾乎都是人造邊坡 香港可能很多地很小 那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說 香港人的預警 它是靠什麼 它是靠24小時 你也可以接雨量 作為一個標準 那我們去看看意大利 意大利那邊 它也是 它就是 它把意大利 意大利很大 長方形 它長高形 它依據地質分區 它不論為什麼地質分區 那每個地質分區 它有不同的時間 詞 就跟我們現在一樣 那它的預警 預警的一個參數 日本也是用雨量 這樣一個強度跟這樣一個嚴肅 記住 我們也是用雨量 那我們去看看日本 日本其實跟我們最相近 也是最多土石油災的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跟上的是說 日本的話 它的模式會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它的 疫情的一個參考值 指標也是 什麼 60分鐘的一個累積雨量 比如說我們欠了小石雨量 它一個是叫土浪量指數 它好像波浪造成很不少就不對 其實它就是 你可以看它 把它看成一個 另類的 一個累積雨量 跟計算的方法 日本也是更不一樣 但我們看它更多類 我們其實也有相關的一個預警 像多種的預警 就是那個風橋洪路的一個預警 它也是透過的量 去做預警 那另外呢 水利鼠呢 針對淹水災害的預警 也是瑜量 看也是瑜量 剛好跟人一起 二級 都瑜量 所以我們的 德學根據是什麼 大家烤肉都是用瑜量 是這樣嗎 不是 就是大家烤肉呢 大部分的 大家做預警 最多用的 也是瑜量 但是呢 但是什麼 烤肉呢 用的烤肉醬的 不太一樣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要去調配出我們 適合的一個預警 一個不一樣 就是說 用的瑜量 那個參數 不一樣 整個調配出 之後我們台灣 預警的一個 降雨參數 那 其實這中間的過程呢 其實也有考慮過 就是IT模式 就是使用了降雨強度 跟降雨延時 那以及 我們現在用IR模式 IR模式 就是用降雨強度 跟有效的延時一樣 去做成一個模式 那 模式 在94年出來的時候 就是 有一段93年 研發的就是 它是採用的線性模式 那這個 現在已經93年之後 沒有採用了 那目前的話 我們就是採用了 這個是叫做曲線模式 它的 現在的一個圖 使用預警的一個指標 就是這兩個指標 我剛剛有講到 一個是什麼 像有強度指標 以及有效累積於量的指標 一個相乘的一個成績 去做它的一個預警的指標 這顆不要留這個好像 就是我這邊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 所持有影迹是呢 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 強度成有效累積於量 而且很困難 其實 我們把它改善 你只要採用關鍵的三個七 加一化 一個減化 一個減化 一化是一個減化 就很容易去瞭解它 那什麼是三個七 第一個是 衰減係數0.7 第二個是 前期7天幾個降 那第三個是 警戒指的病例 70% 跟一個減化指 康指 這個會像一個概念 或像重大型的概念 這一個氣 那加以化 重大型 那第一個其實 怎麼是0.7 你知道就是一層雨 如果下到一個區域之後 下到土裡面 它隨著時間 隨著時間 越來越遠 它是不是水會乾掉 就算升到水 你土裡面去之後 水是也會變成地下水 會流走 就是會摔盡 所以就是 我們就假設這邊有一個桶 這個桶子就是說 這個潛至溪流 它能承受的一個雨量 有這麼多 有之前 那 前期的一個降伍就是 像桶子裡面原來的 給我流的水 比如說你前一天下了雨 左天下了雨 前天下了雨 就先流在桶子裡面 那這個水 流在桶子裡面 它不是永遠留在這裡 它下面有個洞 它慢慢漏掉 那漏掉 然後漏的越多 就是裡面的桶子的水 越乾 後續所能降的一個 承受的一個雨量 就會相對比較大 所以這個0.7 就是在 在表示什麼 在表示說 它每一天 像我今天下了100毫米的雨 到了隔天之後 它對土石流的影響 就會變成7 像你的iPhone 今年新出的iPhone iPhone16好了 不打 iPhone15去年出的 打7折 那再過一年 就0.7了 你打完7折之後 再打7折 就是像5折 我只有的概念也是一樣 雨下了一天之後 到隔一天 就會被打7折 那在隔一天 再打一次7折 就是這樣大概在5折 那在第三天呢 就是0.7的3次打 被打了3次的7 所以這個0.7 是它的 這樣一樣 每天衰減的一個係數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為什麼你要計算7天 7天的話 就是說 我們算前期降的7天 我們是考慮 土石流發生的前7天這樣 為什麼是剛好是7天 因為我們打到7折之後 打到第7天 那一天 那一天的降 假如是100毫米 最後已經剩下 被我們打了7次的7折 剩下0.5 第8天 題目可以說 就是復約不計了 就是你下了100毫米 你到第7天 就這樣 5米米 對土石流發生的很像 那第8天的 那1米米 這個東西太少了 所以就復約不計了 所以我們的土石流 有效的也計算 就是前期7天的降 就乘上一個0 就是一個摔檢系组 加上我們今天下的 就是留下的也計量 我們其實 我們預警就是看著 有效的也計量 那另外一個7次 就是 土石流發生的定定7次 什麼叫定定7次 就是說 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我們現在取一個標準 那我要取 比如說我們現在全班100個人 100個人 然後考試考完 我們拿到分數做盤去 那又取一個標準 那什麼標準 什麼標準 怎麼去達到 所以我們目前是取70%標準 那怎麼要取這個情況 我們發現 70%以上的一個區塊 可能會有比較高可的行為 會發生出16 那70%以下 這個差數比較多 可是它大部分 只要落在這個以下 有可能比較不會發生出16 超過這個70 就會比較容易避免 所以我們就是把 過去的一個 第10的一個量資料 就像考試一樣 考完之後 我們哪裡排序 我們就取這個 所以人數第70個成績 這個考了一個成績 去做5倍值的設定 我算是70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簡化 我們就剛剛比較說 我們剛剛的 複製有簡介 那個 比較是強度 跟有效的力量 是有點不同 這個兩個相扯 大概幾千到幾萬的一個數值 我們一般的民眾 很多也有感覺 所以我們要怎麼讓大家有感覺 就是我們要把它簡化 它的簡化怎麼簡化 這一條線 這個彎彎曲曲的線 其實就是 我們這個 剛剛有提到 就是這樣一個強度 跟比較類似一樣 相承著這個彎彎曲曲的線 那我們怎麼簡化它 我們就抓一個就是 我們就固定一個強度比 就是強度在10mm以下 我們去做簡化 就是把這個 這個RTI 就處於10 為什麼要抓 強度 強度是10mm的條件 就是我們去分析過去 有時候發生的一個 降雨條件 大概在10左右 都大概會在10mm以上 就是雨下太小 可能還會不至於 產生一個主事 10mm可能是一個下陷 我們就以這個下陷子 去把原來我 可能覺得很複雜的RTI 去處於10 去看我們 就剩下我們 剩下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講的 五十六警戒的經濟值 就可以定出來 那五十六警戒的經濟值 定出來的 也不是說一層不變 它也會調整 你看這樣94年 開始我們出來的時候 它的警戒值 是200到300年之後 為什麼這麼低 因為921正當我們不見 剛過五年 那這個模式也剛出來了 我們對它還沒有很有信心 所以我們就定低一點 低一點不會錯 我們就多跑幾次 比較多一次幾次 那運行了幾年之後 發現就是說 這個模式慢慢成熟了 這個值好像太低了 大家每天都在跑 每天都在放眼 都被罵 沒罵之後 就把它慢慢往上跳 調高 那調到後來呢 其實在1090 1080開始 最高 等到650mm 那 但是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卡紋海洞 發生了一個比較大的遺憶災害 忍耐翔 等再被喬回200 那其他目前就是 走到現在的品界池 的一個分數大概是250到650 那下面這三張圖 就是表示的是怎樣 不同的一個品界池 它的集水區的一個狀態 比如說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搞如說像200 你當時波拉克 有颱風之後 很多是降到200嗎 你看自棋水 你可以大大小小的崩塌 雨來一點 就下雨 400就好一點 重塌比較少 600幾乎看不到什麼 就是這個一個情形 那 右邊這張圖呢 就是我們現在全台灣 紙界值分布的一個情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看 紙界值其實比較低的部分 其實都是在山區 在沿頭人 那裡心裡的部分 這個區塊 那以及阿里山區也會比較低 那另外呢 在東部的話 主要是因為 那這兩年呢 其實有比較 遼向的一個情形 是因為東部 這支地震比較多 所以有遼向那些紙界值 那 這張是目前4月 0403地震之後 最新的一個紙界值 一個分布情形 那紙界值要可以拿起來 其實蠻容易的 你們只要在附貨上面 可以打三個字 二四六 它就會進到土石油 可以大跟我們那 黃山資訊網裡面 從這個裡面呢 你就可以查到 土石油 全台灣各個鄉鎮的一個 土石油的領件 但是潛式行就在哪裡 他都會跟你講 目前也有大部分 他都被查得到 往這些 然後像紅紅警戒發布的一個情形 以及這條潛式的西流 是參考了一個原料站 做警戒發布 去正面都看得到 那 如果同仁 各位同仁 過去有把他加入那個 就是書籤裡面 他應該今年 從去年8月開啟過 他的網址 有稍微做調整 那 過去的網址很會失效 那今年可能要再重新加入 那這一張單人 這一張警戒單人 這張這個想錶 就是土石油警戒基準值的一個想錶 可是你去剛剛的測試任務站 就會下載到這張錶 這張錶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會有一個顯示相證 以及警戒區 什麼是警戒區 什麼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他加入土石油 紅黃警戒區 最小的單元就是這個警戒區 所以說 如果我像他 比方說像 我像納馬下午 他警戒 南沙魯跟 麻雅里 這兩個區塊 就會被我們公司發布警戒 那 有可能 再另外一個他很晚 就會發 就是這一個一個 就是他的 警戒發布的一個 最小範圍 他通常是 村里 但是村里 可能不止一個村里 可能是兩個村里 到三個村里 去發布 那為什麼會分這樣 就是說 依據他的參考羽樣站的一個 分布的一個情況 因為山區的羽樣站 配率也那麼高 所以我們依據這個羽樣站 去發布警戒的時候 會把這個羽樣站 臨近的幾條警戒區 一起框在一起去做發布 那 所以這邊會有 這邊另外會有 警戒資訊就是說 他這邊會有 告訴你 政府的一村區 那有多少警戒區 那有多少警戒區 那警戒值是多少 那也可以會有 對應的一個 參考羽樣站 主站跟被站 主站就是馬上一間主要站 就是說 我如果主站沒有壞掉 我警戒值發布 我就會去參考主站 那如果 如果主站壞掉了 我要發行件 我就只好去參考 被用羽樣站 他可能會離得比較遠 那如果 那另外呢 如果 如果 兩個人都快要怎麼辦 我們可以去參考 那個 相處 提供的就是 QV3 QV3一定會有 一樣 對 那另外呢 如果 各位也可以去下載 就是 一些主持有行動資訊的 一個APP 那 他也會在那個 應變期間 會告訴你 這個區域 有沒有它 紅黃幾件 其實這個區域 另外 這邊也跟各位宣導一個觀念 就是說 如果 農村財保署發布了 紅色警戒 那是不是 告訴你 這個區塊 這個地區 一定會發生出事領 對 不是 這是否定 就是說 他只是告訴你 一個資訊 依據過去的經驗來說 也要到了這個標準 這個地區 可能是 可能會發生 吐石油的可能性 很高 告訴你 很高 不是一定會發生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 這個桶子 就是吐石油 甚至西油 可以承受的一個餘量 有一些不確定性 第一個是 它裡面 原來有多少水 我們是用估算的 這是估算 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缺切反過 這個裡面 有多少水 那在DM 它這個桶子的容量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呢 或者是 它 前幾天都沒關係 下來 我們容量變小了 那 可能雨下一點點就滴出來 這也是有可能 所以 有相關的因應 因為 有一些 太多的不確定性 所以 並不代表的是 警戒發布的 一定會發生的事領 但是 他告訴你一個小學說 他有很高的機會 因為發生不適量 那 是不是警戒指定了之後呢 就不會再調整 我相信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警戒指定了之後 其實都會調整 那調整分成兩種調整方法 一個是常態性調整 通常就是每年只調一次 也就是說 這個地區呢 如果風調雨順 這幾年都沒有發生 吐石油災害 我們不會去整邊 動這個區域的警戒指定 一年會檢討一次 有必要 我們就會去動 但是第二個 就是立即性調整 也就是說 這個地區呢 如果發生像去年的康魯台風 或是像今年的0403地震 有一個災害發生的 這個之後呢 水保署就會 趕快針對這個區塊 去做一個警戒指的立即調整 那這個是調整的一個 兩個 調整跟調整的一個流程 那如果地方呢 對這個區域的那個警戒指呢 如果覺得說有疑慮 我們是不是可以提出 我們要調整的一個需求 這部分是可以的 但是也是同樣跟警戒指 跟警戒指 跟警戒指有新增一樣 在每年的12月之前 騎到了溫水保署 但是 比起流之後呢 還要經過 吐石右肌大共同胖 一個審查會 要審查會提供過之後 才會進行警戒指的一個調整 那另外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講一下 我們去年到今年 有進行了兩次比較大的 一個吐石右肩指的一個立即調整 第一個就是在 航魯台風的一個部分 我們有針對 人耐鄉的部分呢 如果這邊有人耐鄉公司 我們要注意一下 就是人耐鄉的部分呢 我們用針對鄭武的村落 做警戒指的一個調降 原來的300 調為250 但是有四個村落呢 因為他在 台風的期間 他是沒有災害發生的 所以我們有四個村落 是維持原來的300mm的 比較注意的 那另外呢 在0403地震的一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 旗上署的一根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其實 遺症的一個發生的 其實後續呢 有發生的比較大的 兩個比較大的 兩個 有一波比較大的一個 余震 在4月23號的時候 那其實從 主陣發生之後呢 大概一個月之前 其實民生會發生 一個白起的一個地震 那這個是農村水包署 在地震之後 針對花蓮地區 的一個崩塌 就是說它山上都有崩塌 它都國形 用去判斥崩塌 變異的一個區塊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 在五強 就是震度五強 以上一個區域呢 其實有很大量的一個崩塌發生 那它統計就是 大概有24條前日西遊裡面 有崩塌發生 那因此呢 為什麼 崩塌發生會導致 崩塌發生可能會在後續 一個降雨的一個 就直接把這個土石帶下來 影響到下游的一個保全住戶 或者是它可能 變成土石有一個廟源 直接掩埋 造成一個土石發生 直接掩埋 或者是它 跟它發生下來 它會在上游的 擠水區的一個地區 成為一個驗色 就是說 東開的可能 造成這些危害 那因此呢 它會在上游的 成為一個驗色 國務水保署在鎮後 大概一個禮拜 由宇蘭大概幾天之內 就已經先公告了 針對宇蘭縣以及花蓮縣 總共有六個鄉鎮 去調降 只有幾間 那掩埋的輔助 正是因為它 抵震程度比較大 所以這對抵震的輔助 相對比較大 大概有100到110mL的一個空前 這是目前 這是抵震之後 目前針對宇蘭和花蓮地區 直戒指調降的一個地區 那這個是 從去年到今年 這個直戒指 整個直戒指的一個分布表 那可以看到就是說 250mL的目前針對宇蘭縣 在局部地區 那其他部分大概 340mL 可以請各位在詳細參考 講義裡面 都會有放一些資料 那另外呢 除了直戒指調整之外 有些農務水保署 其實在這幾年 這對宇蘭的一個 以及警戒指的一個相關的 一個方法 也都有慢慢去做進進 那從 大概是從108年開始 有逐步針對 現在如果在座的 各位網站專員 可能會比較知道說 過去一個簡易的 一個宇蘭翻車 超北總署這邊 就是當地的宇蘭狀況 那從108年之後開始 其實陸陸陸續續呢 有把這個原來 用能夠觀測的一個 一個量口 慢慢升級為 就是比較精準 然後可以自動 會嘗試到一個 一樣的一個 製造型的 檢疫量口 那就是從此 這邊呢 近幾年 我們慢慢在追早 在改善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去 那我們可以去 再針對山區的部分 去知道更多 一個降雨的一個情形 那 我們知道我們台灣的地形 A炮非常的劇烈 那像一樣 他觀測的就是 雨量跟簡潔的資料 那我們怎麼去掌握 比較大範圍的資料 只是在 104年到105年之後呢 我們剛剛所說的 警戒指的雨量呢 一直是參考 雨量站連到的指 就是雨量站如果壞掉 其實也會去參考 就像鼻動我們的 就是叫賊達呼吸強迷的指 不過這個指 我們可以去知道說 當地是下 雨量下 雨量下的大人是下 是不是該到警戒指的 該到警戒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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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參與做 那這是兩個案例 就是說 過去如果 你參考 參考雨量站 那他如果一樣發生故障 一樣發生故障的時候 人就有一個區域 就會收不到這樣的資料 就以為當地沒有效 那其實我們如果同步去比對 雷達的降雨量 我們發現說這個區域 這個時間點 其實還是有漁量 還是有降雨發生 那土石油分也是發生在這個時間 那因此我們 在 水保所在土石油應變的時候呢 他們參考的雨量 是比較多元的 除了 雨量口之外 也會參考雷達的一個降雨 那在105年之後呢 也針對就是 雨保量的部分 也會去 納入參考 也就是說 我更早告訴你 這個區域 可能在什麼時段 會有黃色點見 或是紅色出現的一個 80度的可能性 那相關的這些 從去年 從100億年之後 開始有納入 從去年 也一定有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下一堂課會 也針對這個部分 會說是比較詳細的一個說明 那另外呢 這個針對少數 就是 無緣比較大的一個鄉陣區 目前我們 蜀南這邊 也開始在進行一個可行性的評估 也就是說 過去在定頸戒指嘛 我們基本上是一個鄉陣 一個警戒指 那可能針對比較大的 像信義鄉 秀林鄉 或者是 台中和平區 這種比較大範圍的一個 鄉陣區呢 如果你全部聽一個警戒指 可能會 使用性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這部分呢 未來也慢慢在演繹 是不是可以採 分區去定頸戒指 那這部分還在進行一個評估 那 土石油寫效 就是說 我們講那麼多 我們過去到現在 土石油 這樣子定 這樣子運作 到底有沒有用 那我這邊是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導計 那這邊是有一篇 那個全數期卡卡的研究 是說 在過去 沒有土石油機制的時候呢 平均每一場土石油事件 可能會造成8.26個人的死傷 那在這邊是統一到209 從2000年之後呢 慢慢開始導入這個土石油 應變機制 那它的人數 死亡人數呢 半分減少到2008年的一場事件 大概只造成0.5個人的死亡 這是以死亡來看 那這邊的話 這是 國家災害運動性呢 統計 從1958年到現在的一個 災害事件 它造成的一個死傷人數的一個統計 它這個最高的 這是905的地震 那另外一個這邊的話 這是摩納克台光 右邊這張圖呢 是從水水發水 去統計 因為土石油造成死亡的人數 我們發現 其實從 莫納克之後呢 到現在 其實都幾乎 幾乎都沒有傷亡 就是 因為土石油造成死亡的事件 就是 已經很少了 就是槍隊比較少 那這是兩個案例 就是 因為 你只有掀起了一個告解 那 所以他們做一個避難出塞 那沒有造成什麼的一個案例 那意思是說 其實 有告送你 你有走 還是有相對的一個作用 那 另外呢 我們這幾年呢 我們場內也遇到 發現是說 除了降雨疑關之外 是不是場內也發生一個感案事件 像我們年初才剛可能說 是我們好幾個地區嘛 像北部地區 先開始是非常節省的一個 痕耗出現的 那 是不是在探災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就可以 不用趕不出失聯 其實不是喔 我去統計 從 發生幾年到現在去統計 發現每次在 開設在IP中心之後 比如說 年初缺水 但是它有可能會在年中的時候 來一個比較大的泰國 然後造成 古石油災害 這個 這近幾年 是東漁 所以在看 那時候 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那 另外我這邊分享一個就是說 這是 這個 這個學者 是 意大利做 古石油跟 本塔律景 很有名的人去學者 那 他針對他去做 這個 災害律景的 一個心 那時候來 水保守護力量的時候 那 做出一個心 就是說 他說 他說全世界 大概有兩種人會做預測 第一個 我們是什麼 算命線 那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是算命線 我們也不能叫一個 九線選舉 降落 我們只能預測 每天到每天之後 我們能做這種 我們就是科學家 那更一樣 就是說 我們拿過去的數據 去預測 未來 就是 我拿過去的 網際的一個結果 去告訴你 未來 可能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是 這個 這個角色 那 去做預測 有什麼難度 就是說 他過去 的一個變化 完全代表未來就是這樣 所以 而且尤其是天氣 過去的一個天氣 去預測未來 他是 剛才提到 就是氣候變淺 過去是這樣子 未來可能會變得不一樣 所以 會怎樣 這個 先生有提到 去預測未來 有點像是 在 晚上 開車在鄉間 小路 還沒有燈 然後你還 倒著開的一個情況下 預測是這樣 所以 這樣子 如果是這樣子做 這樣子 很多人在開車 開業會 就會掉到主導裡面去 所以 等一下 所以我們其實 在土石教預測的部分 其實都是在 嘗試中 經驗中 去修正 去調整 那 所以 如果等一下各位 對目前的一個 土石教預測機制 就是 如果有 問題 我們等一下可以在 就是 綜合作材的時候 提出來 歡迎各位提出來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機制 也要在 錯誤中 或是在 經驗中去調整 各位有什麼經驗 會對我們這邊 去做調整 也就是說 這條路 我們知道開一開會 掉到成功邊去 我們等一下就不要來這條路 就是一上台 那 今天的一個錯誤 就到這邊 那期望今年的 就是訊息 好 謝謝 謝謝